接著我們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有一個單位的換算 我們前面學過在地球表面的東西 質量一公斤的東西,受力就叫做多少? 一公斤重 所以我們以前學過一個第一個單位叫做公斤重 那我們現在學的單位叫做什麼? F等於MMA 那這個單位的換算 因為呢,一公斤的東西在地球表面上受到重壓力度多少? 9.8 所以F等於MMA E要乘以多少? 9.8 就等於9.8 所以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一公斤重是等於多少牛頓? 9.8牛頓 1 我們平常背9.8 有的討券上會說機用10來帶比較好算 那就變成幾牛頓? 10牛頓 2 請注意 1 單位問題 我們要用F等MMA的F就是什麼單位? 牛頓 題目如果給公斤重要記得要換算 要換算 1公斤重是9.8牛頓 這是要請你注意的事情 這裡有單位換算的問題 然後我們要告訴各位 我前面有在講解題目的時候有帶過這件事情 我們說力跟加速度是一組 位移跟速度是一組 什麼叫做一組? 兩個方向一樣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有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有力 沒有力就沒有加速度 沒有加速度就是沒有力 位移也一樣 位移跟速度外界也一樣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方向一樣 速度向東 位移就向東 位移是向西 速度就會向西 所以方向一樣 方向一樣 同時存在同消失 我們有兩組 一組在加速這邊 一組在速這邊 那這兩組之間 有沒有說方向一定要一樣 或者一定要有HLB 沒有 可以有加速度 沒有速度 可以有速度 但是沒有加速度 而且方向也不一定要一樣 但是他們會影響 我們前面交過了 如果我們說可以有力 但是沒有速度 是有加速度 可是沒有速度 比如說垂直上泡到最高點 靜直 那叫做沒有速度 但是呢 仍然有重力加速度 叫做有加速度有力 有地球引力 但是呢 沒有速度 那也可以反過來 有速度 但是沒有加速度 等速度運動嘛 那就是有力 可是沒有加速 可是沒有受力 所以呢 大小不見得要有A 就有B 這個不見得 方向也不一定要怎麼樣 可是它會彼此互相影響 我們前面交過了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大 加速度跟如果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會越來越小 小 絕對只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慢 還有一個情況 國中基本上沒有交 我們只有在圓周運動的時候 碰到一點點 就是垂直 如果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這個加速度不會改變原來的速度的大小 但是會使它的方向發生變化 會改變它的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上的關係 前兩句我們前面講過了 它也是一個重點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 OK 就是兩組加速度跟力一組 速度跟位移一組 同時存在同時消失 而且方向會一樣 兩組之間就有別的狀況 要這樣的狀況 OK 好